前不久,新疆军区某团参加了一场石兵对抗演练 演练中,有一群官兵的表现可圈可点 他们当中既有练就百步穿扬的狙击手 也有把红方逼入绝境的蓝军班 还有在险局中撕开突破口的神炮班 他们在各自岗位上挺应担当 用青春热血书写着对胜利的渴望 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高原练兵场 聆听新时代年轻官兵的奋斗故事 随着演练开始,红方到达预定地狱后发起进攻 狙击手陈骏迅速占领射击位置 对四个重点目标展开射击 最终他以全部命中的成绩完成狙杀任务 当听到陈骏宣布时 我觉得这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今天成绩的取得更加坚决了我再传加级的决心 作为连队的训练骨干 陈骏是出了名的拼命三郎 他那双布满老茧,黑红发紫的手就是最好的见证 今年初,这个团来到雪鱼高原执行助训任务 为了克服高原恶劣的自然环境,提高训练成绩 陈骏与战友们在训练场潜心钻研,寻找合适的训练方法 陈骏班长白天带着我们练动作,学要领,到了晚上带领我们整理训练笔记 一段时间下来,全员官兵的训练水平都有了很大的提升和进步 在陈骏的影响下,许多年轻战士开始在军事训练上展露头角 二级上市肖万里就是其中之一 入伍以来,他在各级比武竞赛中拆金夺银 如今他正带领着战友参加红蓝士兵对抗演练 如何扮演好与红方递招过招的对手,成为他思考最多的问题 在平时的训练中,我们其实都是以进攻为主 对于蓝军防御的战术战法,我们研究还有欠缺 尤其是班里成员作战任务的分配,还有自己的指挥上都存在很大的差距 刀快不快,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磨刀石硬不硬 肖万里与战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练配合,强技能,还针对如何摆设杀伤力更大的地雷阵进行训练 争取能够出奇制胜,打红方一个措手不及 其实这次演习,对于我和我的战友们来说,就是一个生动的教材 他们在进攻中每个单兵身上,其实都有我们的影子 比如战术动作不规范,就有暴露的风险 这就要求我们在日常训练中,任何动作都要从实战需要出发 向打仗要求看齐 演练在夜间打响,红方部队趁着夜色向前沿隐蔽激动 南军指挥部命令肖万里所在班级 在前沿正面展开防御 肖万里接到任务后,利用倩豪穿插交替 对暴露的红方进行打击 在平时的训练中,我的班长就非常注重培养我们的战术思维 带领我们研究各项战术 在此次演习中,我们的影针式甲战术就发挥了非常明显的作用 与此同时,这个团红酒联火力班 凭借团结协作打了一场漂亮的胜仗 演练中,火力班采取简便射击方式 对随机目标进行射击 取得六发六中的成绩 这个课目要求炮手之间做到彼此一个眼神就能心领神会 在这个火力班,大家伴着风沙 一遍遍地练习,一次次地重复 只为配合更紧密一点,命重度更高一点 战场环境中没有差不多,更没有十之八九 只有平时训练做到衣食不苟,战场上才能一遭自敌 为了能在战场多一份胜算 大家在互帮互助中收获成长 在摸爬滚打中迎接挑战 雪山下这群高原战士训练归来 歌声在雪域高原回荡 他们用奋斗的姿态迎接下一次战斗